开机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 我们真的做了好多EVA藏品的内容 有最早的拼装EVA 最早的成品EVA 最早的手办EVA 最早的GKEVA 精品的EVA 心静的EVA 能吃的EVA 电脑的EVA 潮流的EVA 另类的EVA 能穿的EVA 能戴的EVA 脱离实际用途的EVA 没脱离低级趣味的EVA 我忽然发现 这正是一场EVA玩具周边的 补玩计划 在这宏伟的计划中 大家并没有记住多少藏品 却记住了 昨日臭 这也就让我 拥有了更多的EVA赞助商 来继续充实EVA有趣的玩具藏品 补玩计划 那么今天 我们要为大家带来20年前EVA最早的超合进玩具老物 全样 和最新款极具性价比与设计感的EVA新品 超假 现在大家对EVA的合计一项呢 大概就是MB 甚至再早一点的魂SPY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出现的还要再早一些 超合进机器人玩具从上世纪70年代代生至今 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梦想 每个时代用不同的工艺 不同的设计 记录着不同时代 人们的审美总结出来三个大字 买不起 你相贵我还相贵呢 这也就蒙上了童年载猛环系列超合金魂 它为是目前超合金玩具最著名的系列 从1997年至今27年的光阴100多个编号 而最早的合金EVA玩具就诞生于这个系列 2003年初遥机忽然加入了超合金魂 这个重磅的惊喜 让当年所有超合金魂的密友 直接懵逼 就是文九转话筒 你是不是走错包厢了呀 要知道超合金魂早期登场的机甲 都是魔神盖塔超电磁侠 EVA它根本就不是机甲 后来我才知道并不是EVA走了后门 原来没有EVA 就没有超合金魂这个系列的诞生 上世纪90年代是EVA和勇者王 将机器人的热潮又重新拉回到了巅峰 这才让万代再次斗胆 重新割一波钢之韭菜 所以当年售价是6000日币 算得上是EVA非常高档的收藏了 非常受期待 那么赶紧来看一下它第全貌 看着好像有一点潦草 但是和当年其他系列超合金玩具相比 就明显精致了很多 这个编号为GX14的作品 完美地还原了早期TV和剧场版的初号金 心胸宽阔又大手大脚的身形 和现在的美型身材略有不同 高18公分和同系列其他作品来个对比 全身覆盖了大量的金属 非常的坠手 绝对是新代人把模型你体会不到的 当然关节还是非常的古早的设计 但表现还算OK 看到这里有些交警同志 已经在吐槽什么河沫线 科线出槽的这些问题 但是20年前连螺丝外露都毫不记忆的我们 依然峰之为古希拉掌管西级地产 不信你就系好安全带咱们往下看 20多年前的GX14 完美承载了超合金的魂 在还原金属沉重感的同时 也还原了原设计中 祝得的功能和玩法 设计师山下育人曾经提起初号机的荧光绿 就是为了在黑夜中能够看到恶魔的轮廓 那么超合金魂的这只恶魔 便是第一次在黑夜中闪射出了金属的光泽 食物已经推出后广受好评 两个月后 相继推出了二号机 零号机 零号机改 最早的二号机有着和馆长一样的发型 虽然强 但造型并不讨喜 但是乡党们还是心甘情愿 套着6000日元 获得当年最高级的二号机 出胸目以外 身体上和GX14几乎有着同样的模具 遗憾的是 当年对金属玩具的着色处理技法 是整体配色显得非常的暗沉 并不好看 武器配件与超合机略有不同 但是只要再花6000日元 零号机的出现 就能让三位少年 首次在超合金的领域顾名 那么零号机有着和二号机 几乎完全一样的身体和一样的问题 但是他拥有朗尽努斯之枪 来还原早期动画中的名场面 这一波三连号 让EVA霸占了超合金 和暑气党全部的资源 要知道20多年前的模玩新品 产出率非常的低 更新的非常慢 绝不像今天那样的母机下单 就有什么新品 大家都是敲手期盼 接下来就盼来了这个系列的高潮 GX17零号机改 说的高潮啊 并不是因为他又多了一款 这个同款的素顶 而是终于可以还原 片中的名场面 舞蹈作战了 你要想你的初号机啊 拿上这个大局的造型啊 你就必须还得收一个零号机改 哎呀 在当年还是很多人心甘情愿的啊 毕竟舞蹈作战的 最高规格的还原了 这6000日元还是忍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 次年依旧是这个模具 第四位试格者 凌元冬至的四号机诞生了 这个是所有超合机婚编号党 就傻了眼 就你一个换色要不要开发的 这么全面啊 拼装的也就算了 这可是6000日元的超合机婚啊 还有法律 就哪怕你出个使徒也好吧 不过呢 这毕竟是当年动画中 最后一个集体了 总不会再有下一个了吧 2000日元的 哈哈哈哈 Eva四号机登场 太厉害了 也属于北伟的秘密研究 日方根本不知道 所以老TV他就没出现过 他妈也能换个色 哎呀那别说还挺好看嘞 大面积镜面颜色的超合机 在当年还真是不多见 度过就特别爱把玩 每个都说是指纹收集器 而我则是每次把玩 都能看见自己呢 最气的容颜 那么他的出现 标志Eva在超合机婚系列中的结束 他的表现啊人者见人 但他的出现 则带动了Eva 后来更精彩的合金作品 很有意义 当年安野秀明啊 杨延啊 最讨厌合金机器人玩具商 干涉动画制作 他要求这个山下鱼人 一定要设出玩具制造商 造不出的机甲造型 没想到这不到十年呢 他就亲自兼修 超合金婚的Eva系列 就将不可能用金属 完成的功能一一实现 这在合金玩具史上 是比较少见的 他在采访中还声称 超合金婚是他最喜欢的玩具系列 还出不了脸的许愿 在这一系列中 能看到飞跃巅峰 于是没过多久 钢巴斯塔真的就诞生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直到今天 超合金Eva的价格 并没有多少涨幅 只是增添了 更多的岁月的痕迹 看到这里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这个系列非常没有性价比 非常沉重 繁琐 且不方便携带 非常骨骚的设计上 毫无科技感 为什么我们还要介绍 这些老古董呢 因为 接下来我们将给大家 带来最新款的 性价比极高的 非常轻巧便于携带的 极具科技感 且还原的科技新品 来给大家抽奖 那么大家看到我这身装饭 就知道今天我要用我的真诚来 感谢今天的赞助商 橡皮子科技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 这是一家专门垂直于我们 ACG领域的数码厂商 合作过龙珠 高达 海贼 宝可梦 数不胜数 那我们对EVA内容的赞助商 也是有筛选的 韦哥为什么偏偏挑中这一家呢 因为它有降噪耳机 于是我们在他家诸多的产品中 挑选了几款极具性价比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 还有韦哥个人最喜欢的 介绍给大家看中了哪个 就打想要 立刻动态给大家安排 先来性价比的走起 常有香党问我 馆长馆长 怎么才能像你一样 走在街上就让人眼前一亮 看出自己喜欢的是明日香呢 我觉得 扣色太高调 拿着手办磨完 又太羞耻 你是不是对羞耻有什么误解 一些联名抽牌又太贵 我是学生最好送我 这个二号机款 无线蓝牙耳机 就是我今天第一个看中的 只要一张多 搬入耳式的设计 明日香的配色 我带着很舒服 走在外面 音质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担心别人看不到 就把你的头发撩一撩 别人就能看到明日香的名字了 如果担心还看不到 你就把充电盒拿出来 反复插拔 就能看到发光屏闪烁着明日香的头像 不停地闪烁 诉说着129的不屈和倔强 那么有的朋友说 一张多不符合我高贵的气质 我还能再加个一百多 那么 这款一号机就是你不二的选择 正面胶皮 背面磨砂 手感不错 打开盒子你就能听到 就是一双初号机色咪咪的眼睛 冲着你不停地眨眼勾引 取下之后 发现是挂耳开放式的设计 适合酷爱运动的你 我的动感不无意 挂在耳上 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天合 让我不由自主地运动了起来 在钢筋丛林的第三都市 追逐嬉戏 一旦暴走 速度将会吹开我的长发 露出拘束器一般的初号机耳机 一旦你被我追到 就会拼命地问你 想不想要 想要把想要打在公屏上 那么接下来 就是我挑出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 当我在重目睽睽之下 将它从我的化妆包中掏出的时候 没有人猜得到它究竟是什么 没错 它也是一款耳机 上面的零零不要多想 它代表了零玻璃的零号机 整个零号机改配色 EVA驾驶舱插入栓造型 旋转收纳着一对入耳式耳机 无线主动降噪 很明显它能成为我的最爱 是因为收纳盒的设计与手感 手里把玩旋转跳舞夜 我火着眼享受着卡榫清脆的卡卡声 而伟哥挑中了最喜欢的款式 低眼也无法分辨它的真实身份 只能说哇太有定制感了 同样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款 极具初号机生物感元素的腹背 连接着USB转Type-C的充电栓 这个造型设计非常的少见 将耳机取下 可以看到刮耳的开放式耳机 同样是主动降噪的无线蓝牙 无论细节还是遗影都更加精致 软胶连接的材质更加稳定舒适 让我们忍不住再次化身动感 boy穿梭在第三都市的钢筋丛林 那么我最喜欢的和伟哥最喜欢的 你更喜欢哪一个 记得打在公屏上 当然了我最喜欢的就是伟哥最喜欢的这个 最后我们的真诚打动了这次的赞助商 他们还给到了我们还没上市的新品 非常的排面 这里给你种个草啊看上了你现在也买不到 第三东京市配发专门的设计 NUF总部的配色 这个就比较高级了 包裹式设计 顶级的高通芯片 立体声环绕 降噪效果非常的好 伟哥拿到之后非常的开心 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也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OK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经典与新品 看完之后呢玩家们期待着抽奖啊 赞助商两眼一黑但也来不及了 他们的新品将伴随着明日香 进入你今晚的梦乡 在你的心里落伤牢牢的烙印 稍后期的关注动态啊 OK那么无论最具收藏价值的经典玩具 还是最具设计感的精品周边 我们都欢迎更多的赞助商啊 抛开这个世俗的眼光 加入我们伟大的EVA藏品不玩计划 OK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